100个米刚开箱 今天要跟大家开箱的品牌是 Arizia Hello everyone 这里是坤坤呀 今天要开箱这个品牌呢 是加拿大的本土的国名品牌 Arizia 这个品牌可以是说 渗透到每一个加拿大的留学生啊 华人啊 然后包括本地人 local的这些所有人当中 稍稍地说一下啊 加拿大人呢 本身就不时尚 Arizia这个品牌呢 已经算是在加拿大 众多的品牌当中的 套级别了 北美的这种休闲简约风呢 是这个品牌的主旋律 当然呢 一般你可以在里面买到一些简约 但是又非常高级的一些设计 上学上班聚会 还是出去踏青 任何一个场合 都可以在他家找到合适的衣服 放在那里看着平平呼吸 上升之后呢 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真香 他们家的价格换下成人民币之后呢 是大概从200到1500人民币左右不等 他们家每年啊 就是在这个6月7月8月 就是recently 目前这个地方为止呢 就是一直是在打折 一直是在他的summer silk 这次打折呢 我是买的休闲的衣服比较多 但他家呢 也有很多偏正式的小裙子啊等等 所以我也顺便放在这一期里面 一起来跟大家讲一下 小的上衣的这种cardigan 软软的棉 然后没有过多的一个设计 但我觉得他家的衣服的灵魂 在已经要 别搭他穿 我一般如果穿这种类型的小衣服呢 我会把上面开两个扣 下面也开两个扣 然后呢 里面可能会叠大一个这种小小的背心 在里面 会更加的有层次感 也会不会感觉说这个人 就是好像随便揪了一件衣服 就出门的感觉 像这个小背心 也是我之前在他们家买的 它搭配任何的小长衫啊 然后小继续啊 接下来的这个是一个 格文条的这种小裙子 这个跟我刚刚说的这一件蓝色呢 在官网上 他们俩是官配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 校园风银的treppy style 就非常的校园那种 富贵千金小姐姐的感觉 棕色的这种格文的这种感觉呢 就是非常适合在任何一个地界穿 这一件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 这种小上衣 这次买的真的都是纯休闲比较多 这件是有点像这种 罗文珍珠的感觉 它的手感超级柔感 但相对来说呢 它有个问题就是 它相对来说要有一点点的透 标准的那种上短下长的穿搭的时候 一定能用在上的 然后非常的舒服 然后为了搭配它 我顺便呢 也买了一条小裤子 这条的款式是 Free Lounge Pants 这条裤子真的是非常的popular 然后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Ankle的版本 然后一个是Lang的版本 Ankle版本呢 是给比如说 1米65以下的女孩子穿的 然后长度会稍微好一点 Lang的版本 就是1米65以上的女孩子 穿比较适合 这条裤子我买的是Ankle版本 我买回家发现 它其实是有点短的 因为我身高是1米66 然后我的比例是算 我不是那种55身 就是腿还是相对的 比上半身长一点点 但是我穿1米66的话 穿这个裤子是有点短的 就它不拖地 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个裤子 要在鞋上面稍微堆积一点的感觉 感觉会更加的casual一点 柔软好柔软 非常的舒服 它搭配在一起就是非常的休闲 但是又带了一点点的小小的裤 然后我选的都是这种浅颜色的搭配 因为我觉得饱和度低的颜色 是相对来说更加好搭配的 在他们家买了好几条裤子 是我专门留我们家周如的时候穿的 每一条都非常舒服 而且在我的衣橱里面 都已经呆了好多年了 这个品牌真的是我从当年 我是2011年来加拿大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 诶 登进12年了 接下来是在他们家 这次又买了两个legging 是短款 一个是长款 长款的这个就是 我以前也跟大家推荐过的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butter系列 真的超级的丝滑 舒服 并且我觉得它是一个性价比 超过于lululemon家的legging 他们家另外一个系列 就是这个Elemosphere 相对来说的这个质感呢 并没有butter系列摸上去那么顺滑 这颜色粉色正好在打折 然后觉得在家里健身的时候啊 然后有一个粉色的这种legging 还是能够比较提亮我们的心情 可以一个白色的T恤穿 其实也是非常的OK的 然后你可以再搭一个 同色系的一个小袜子 然后穿一双sneaker 他们家买的这几款 都是偏休闲一点点的 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几条 然后在我的衣柜里面 我觉得实穿率是比较高 紫色的前面开下的这个裙子 这套裙子在今天夏天 应该也是在这边特别火 它有长袖的版本 不袖的版本 当然它也有一个宽的吊带的版本 它都是同样的设计 就是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镂空 然后呢它这个长度 我这个买的是短款 然后胖下也有长款 其实可以包裹到小腿 这条裙子真的是完全乌跳身材 谁穿谁好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紫色很好看 它们家还有个天蓝色 哇也是绝美呀 自理的 然后这样子一个萌衣 这个我在上学的时候买的 这个就是他们家每年冬天 还是现在继续在carry的一个款式 非常好穿 而且非常的温柔 它是完全没有乞求的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衣服的质感 还是拿捏的非常的可疑 在日常非常喜欢的一套小套装 这个是他们家去年 在秋冬打折的时候 我买下来的 这个就非常适合OL小姐妹们 真的是美到一个决绝子 它首先呢 它是一个小的外套 然后再加上他们家 一个小的这个西装裙 大家看一下 它这整体的这个质感啊 做得非常好 它们家是属于 真的一分钱一分货的那种 虽然说它的价格是比Dara 要稍微贵那么一丢丢 但是呢 它的这个质感 也是给纸给的非常好 这一个白色的小靴子 这套的那个氛围感 简直马上就出来了 丝绸的这种小衬衣 非常有质感 摸上去就感觉非常滑 透气凉爽 没有什么缺点 除了就是因为 它是偏丝绸的这种质地 所以它相对来说 是需要洗完要运一下 其他来说真的没有缺点 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波的Aresa的衣服 就是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能关注我的频道呢 请给我的频道 点一个赞 点一个关注 你的任何一个形式 就是鼓励的我来说呢 都是莫大的鼓励啦 好了 二王这里是空空员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